想请问师傅 毕业生要怎么找工作 要怎么在工作中修行呢 一个人要条楼真的要磨练 零零角角要在苦里面磨练 不然你磨不出来 所以各位要 很多学生毕业的时候要去哪里工作 我认为工作不是钱多钱少 是你要去被磨练 但是这个磨练是有意义的 你不要去做坏的工作 宁可这个工作是慈善单位福利团体 虽然薪水不高 但是很复杂 那可以磨练你的个性 然后条条揉揉的 揉揉揉揉的 去磕磕七七的去服务别人 服务众生